第101集 叶琴已经大致猜测出 这位清单门的大师姐的灵根属性了 既能使用冰剑又能喝火焰果酒 应该是同时拥有冰灵根和火灵根的修仙者 蒙沙少女发现这一个中兴葫芦里都是冰系的果酒 顿时拥有冰灵根和火灵根的修仙者 露出惊喜之色 纯冰系的果酒那是非常的少见 在清单门内产量那是非常低 他打坐继续地恢复法力 半个时辰之后是彻底地恢复了所有的法力 不过他并不着急动身 而是从除戴内取出了一颗灵丹 伏下之后继续打坐 修炼一套不知名的功法 养精蓄锐 恢复消耗严重的神石 修炼功法的时候 他的那套十六柄小冰破剑自动地飞旋了起来 寒光闪闪 呈环形地环绕在他的身旁数丈之内进行护卫 就算是一只蚊子 此时只怕也无法靠近他半分 叶琴无奈 只能是孤站在一旁看着 萌莎少女能修炼 他可不能修炼 练气七九层之后 就算他不修炼 做旺经的功法也会自动收敛 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修为还是在缓慢地自动增长 他甚至有些担心 自己闭上眼睛会不会就醒不过来了 所以他哪里还敢继续修炼呢 萌莎少女丝毫不急着离开这洞窟 叶琴心中那是有些暗暗的着急 他们在这十世内已经耽搁了一天多的时间 只怕各个门派的试炼弟子 不多时将会接近这一代 如果有大群的其他门派的修饰涌来 那难免又是一场恶战 他不时地打开地图卷轴查看 看看是否有其他的门派弟子 携带卷轴接近他们所在的位置 好在萌莎少女呢 并没有耽搁太久 只用了两个时辰便受了攻 但是神采换发 明显比之前虚弱的神色那是好了许多 虽然呢还没有完全地恢复过来 但是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了 叶师弟 你一个人在洞窟内太危险了 跟我走吧 萌莎少女平时在门派内呢 是独来独往 并不是他善于和其他的同门交集 说这话的时候 别人听着有些不太自然 他之所以要和叶琴一起行动 自然有他的考虑 他猜测 这位同门修士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多半是因为和小队的同伙失散了 只能在矿道内乱走 单独一个人行走 那是非常危险的 就算以他的强横实力 遇到大群古七门弟子的围攻 也差点失守被擒 更不要说一个青山修士了 这位同门弟子呢意外闯到这里 并且呢还救了他一命 他自然不能坐视他独自一个人在洞窟内冒险呢 至于叶琴是什么身份来历 手里呢为什么有好几件法器 这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因为他在清单门的特殊身份 早已经习惯独自修炼 独来独往 整个清单门内啊 他几乎不认识多少练气器的弟子 就算是高层出身的核心弟子 也仅仅呢只是认识几个 叶琴听了这话摸了摸鼻子 有些哭笑不得 他一个人在洞窟内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会有危险呢 不过有一个实力超强的大师姐 罩着他在洞窟内倒是可以减少很多的压力 这个是肯定的 毕竟他的实力啊 跟这位清单门的大师姐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他可做不到一个人能扛住古心门 一二十名修士的攻击 蒙杀少女是离开洞窟时事 朝矿道深处是飞纵而去 他去的不是别的地方 正是地底最深处 也是整个望枯岭最隐秘的地方 当然那里也正是叶琴想要去见识一下的地方 所以他自然的是跟随了上去 因为耽搁了一天多的时间 此时他们所在的矿道 已经看到其他门派的弟子 偶然间遇到其他门派的小队的弟子 但都是被蒙杀少女的飞剑给吓跑了 蒙杀少女呢 只是微微皱眉 并不追赶 三四日之后 他们二人呢 是终于来到了洞窟二层的最深处 在这条矿道之内 发现了一个往下塌陷的大破洞 一股炙热的刚风 从这塌陷的破洞中啊 是呼啸的灌入了洞窟二层的零石矿道 蒙杀少女全力开启护身罩 挡住刚风 手持兵剑小心翼翼的走在前面 叶琴看了一眼大破洞 是心中暗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大破洞恐怕就是数千年前 矿工挖矿的时候啊 不小心给挖通的那条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弟弟妖兽巢穴 不是一会儿就要碰到 他平静地跟随在后面 射魂中悬音剑飞在身前左右 一旦有变 随时可以进行防御 同时呢 是一手按在锄袋之上 这里面有些危险 他并不是太担心 就算有最糟糕的情况 他也能靠一灵器逃走不是 他们二人是足足走了数百丈远 前方呢 是渐渐出现了大片的红光 超四周打亮了一眼 眼前的一切让叶琴呢 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里是地下溶洞 但是这溶洞远远的超乎他的想象 因为是初期的庞大 甚至还有低癌起伏的山巒 低洼 石林 地下裂缝 地下河流 湖泊 河深潭 炙热的气浪在河流湖泊中一卷 立刻雾气蒸腾 整个溶洞内红萌萌的一片 就算他使劲地往远方望去 也看不到边境 这地底溶洞 由众多的巨大石溶柱支撑着 而每一根石溶柱 都至少数百丈高 数十人也围不拢的 是顶天立地的耸立着 雄伟壮观 而溶洞的顶部之上 倒立着无数尖锐的巨型的石损 令人是心惊胆战 随便砸下来一根 只怕至少有数十丈长 叶琴回头朝来路望去 这才惊人地发现 自己是踩在了一根倾斜的 巨大石溶柱走下来的 沿着这石溶柱往上走 可以返回万窟岭洞窟二层的 塌险破洞之处 这地下溶洞 只怕少则数十里 多则数百里 应该算得上是 万窟岭洞窟的第三层了吧 叶琴是暗自想着 这天然形成的巨型的地底岩洞 绝非人力挖出来的 也非洞窟二层可比 如果靠人力来挖的话 只怕陵雾山脉所有的修仙门派 合力挖个数千年 也挖不出这样无边无际的地下岩洞 而这个溶洞的遥远之处 有一条耀眼的红色岩浆河流 滚滚地流淌着 正是这条红岩江河 将整个地下溶洞都映成了红色 热浪滚滚而来 才一会儿的功夫啊 便让叶琴是汗流浃背 蒙沙少女虽然有兵剑护身 但是呢 也是免不了香汗淋漓 蓝山浸湿是薄薄的衣裳 是贴在了凝脂般霞红的肌肤之上 凹凸有致的身形是隐约可见 这个呀 让叶琴是怦然心动 他呢 不敢多看了 敢忙是撇开头来 这溶洞内充斥着浓烈的火灵器 普通的植物和野兽 那是根本无法在这里生存的 但是火系植物和火系妖兽 非但呢 能生存下来 而且啊 估计能活得很好 叶琴此时呢 脚下是沙沙直响 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红石头 发现呢 是一块火系的赤矿石 这种赤矿石经过提炼之后 可以用来呢 打造火系的灵器 甚至是法器 叶琴不由得 是咽了一下口水 两眼放光 地上随便捡一块小石头 都是火系的矿石 这地下肯定有巨型的火系矿藏存在 而这样庞大的矿藏财富 各修仙门派来到这里之后啊 不拼命争抢 那才是怪事呢 不过 没哪个修仙门派能够单独吞下 这么一座庞大的溶洞 估计最后还是得联手瓜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紫府千元》 蒙莎少女此时也拿着一块火系的矿石捏碎 感受着矿石内的火系气息是惊喜的低声自语 别说的果然不错 这溶洞内果然遍地都是火系矿石 在这里肯定能找到适合淬炼火系飞溅的极品火系矿石 他放眼朝溶洞四面八方看去 这里的视野并不是太好 雾气太重 红蒙蒙的一片 两个人要是隔了数十丈便只能看到一个人形的轮廓 要是隔了数百丈远呢 估计也只能看到非常暗淡的影子了 这地底最显眼的还是耸立着的巨石绒柱 以及遥远处的那条红色的岩浆河流 那条红岩浆河距离他们估计能有个数十多里远 但是他的红光在溶洞之内那是极为的耀眼 所以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 蒙莎少女呢是不再迟疑 朝那条红岩浆河是飞奔而去 对路旁的各色的火系矿石 不管是低阶还是高阶 是根本不屑多看一眼 这样的低级矿石对他而言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叶勤却是郁闷无比 他至今还不明白 这位皇府师姐来到这里呢想要做什么 看他的神情似乎对这里的情况早有了解 而且还有着强烈的目的 到底要找些什么呢 可是他又不太好开口询问 他唯一清楚的是 这个目的肯定不是冲着他来的 他这样的清丹门的练气骑弟子 足足呢有八千之众 还没有资格进入这位清丹门大师姐的眼中 叶勤是一边想着一边跟了上去 毕竟啊两个人一起走 肯定呢要好一些 遇到危险可以分担 遇到好处呢也可以沾一点光 总不能白来这弟弟一趟吧 而他们二人的路上 是偶尔还会遇到弟弟的妖兽 三阶的银狼从他们不远处的灌木丛中是呼啸奔走而过 似乎呢在追逐猎物 树头火鹰在他们的头顶盘旋 把他们二人给震害住了 只能在草木石林之间闪避前行 这地底的妖兽啊强大到让人目瞪口呆 在这里呢几乎看不到一阶二阶的弱小的妖兽 绝大部分都是三阶妖兽 少数呢还有四阶的妖兽 三阶妖兽相当于炼气期高阶的修士 而四阶妖兽已经是助击期低阶修士才能堪比的了 也就是说 在这地下沿洞之内 随便遇到一头妖兽都会让普通炼气期低阶和中阶的修士狼狈而逃 只有炼气期高阶的修士啊才能勉强的抵挡住 那如果是四阶妖兽直接就逃命吧 没有一大群炼气期的修士合力围攻 那你就甭想伤害他 难怪数千年前的那些在万库里挖矿的矿东死的是那么的干脆 几乎啊是没逃出去几个 要知道挖矿是很当个修行的 在这里挖矿的矿工修为呢通常不会太高 夜勤是有些口干舌燥 也不知道是这地底太热 还是因为看到了一头头强悍的妖兽在这溶洞内满地乱跑的员工 不过对于夜勤和萌杀少女来说 四阶妖兽对他们的威胁呢也不算大 他们都是炼气期九层的修士 萌杀少女呢还拥有一套攻击力极强的法器 实力也是远超过普通的炼气期的修士 独自一个人也足以杀死任何一头三阶妖兽 或者呢是勉强抵住一头四阶妖兽 夜勤没有极品法器 随便拿出好几件垃圾法器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虽然实力呢没有到大师姐这般变态的地步 但也不是普通炼气期修士可以比得上的 他若遇到三四阶的妖兽啊 就算杀不掉 那还是有能力逃跑吧 现在他们应该是最早进入溶洞的一小批修士 正是抢在大批修士进入溶洞之前 搜寻这溶洞的最佳的机会 彻底底溶洞内的好东西 可绝对是先到先得 没人呢会客气 他们二人从入口处离开之后 大约啊一个时辰 三名身穿花花绿绿服式的兽灵门失恋弟子 炼气期八层和九层的修士 在塌陷处呢是出现了 他们有的人身上有黑色凝固的血迹 有的呢是显得疲惫不堪 看来呀他们要么是追杀别人过 要么呢就是曾经被别人追杀过 这三名修士谨慎的 在塌陷破洞之处打量了一番 发现没有危险之后 这才沿着巨石溶柱 进入到了溶洞之内 同样的 他们被这雄魂辽阔的地底溶洞 也是给惊的呆了好半赏 这些兽灵门弟子一路上历经生死 能够穿过洞窟空的二层来到这里 几乎啊都是成了惊的修士 他们脸上的惊喜并没有持续太久 为首的一个神色阴冷的汉子 朝身后两名兽灵门修士 比划了一个手势 马上带着他们是引入了红雾之中 在巨石溶洞附近埋伏了下来 接着过了半个时辰 某个小门派的四五名黄山修士 是神色匆匆的出现在 洞窟二层矿道的塌陷处 很快 他们沿着巨石溶洞是来到了洞内 就在他们被溶洞震惊的时候 精神最松懈的一刹那 一道力芒凸现 朝最前面那个带头的黄山修士 是射了过去 那黄山修士脸色一变 急忙扭身躲闪 但还是没有来得及呀 口中发出了啊的一声惨叫 一条胳膊被一柄铃刀所披伤 几乎连骨头都给披碎了 那黄山汉子也够硬朗 遭到如此的重创 痛得是青筋抱起 几乎啊把钢牙都给咬断了 居然呢还神志清醒无比 力声喝道 偷袭杀 手中领刀朝来袭的首领们弟子 是狂批了过去 嘿嘿 你们几个杂碎追杀老子们半天了 现在也该尝尝老子的厉害了 都给老子去撕吧 一名神色阴冷的绿衣汉子 从藏身之处是鬼魅一样的钻了出来 扑向那几名修士 他手中操控着一柄飞刀 这柄飞刀的柄处 有一根长长的银色的丝线 另外两名兽灵们弟子 放出了兽带中的两头大型妖兽 妖虎和妖豹 同时呢是扑了上去 两个门派七名男女 修士立刻就混战厮杀在了一起 正当三名兽灵们 和一个小门派的四五名修士 顾不得疲倦在溶洞的进入口处 进行最后厮杀的时候 叶琴和猛杀少女 也遇到了他们进入溶洞之后 最大的危机 他们进去之后 一路上呢是小心翼翼的前行 尽量的避开沿途的妖兽和妖兽巢穴 但是依旧不小心的是 闯入到了一头妖兽的地盘 被这个妖兽啊给盯上了 无声无息的煽动着双翅 在低空飞行游离不定 突然他闪电般的 扑向叶琴的身后 叶琴早就对四周高度提防了 哪有那么容易被扑到 心中一脸是脚下一点 诡异的从原地消失了 他是站到了三丈之外 是闲闲的避开了那道 夹着腥风从后面扑来的红影 同时他早已经准备好的射魂中 缺着一潭东的一声 整个空间掀起了一道无声却威势极强的浪波 朝那个红影那是席卷了过去 那红影呢从来没见识过这样的攻击 顿时被震的是昏头转向 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重新站定之后 叶琴呢是神清气贤的朝那个红影看去 赫然呢是一头足有一丈多高 模样怪异的双翼双脚的妖蛇 看样子应该是三界的妖兽 这妖蛇呢是通体红般长满了秘籍的领甲 而他是浑浑噩噩的在地上滚了一下 便一跃而起 双足站立着是拍动着双翼 舌头一吐一吐的是喷出一些红色的毒物器 星红的舌眼是怒视着叶琴 似乎啊在气恼 刚才呢被叶琴击昏落在地上 叶琴心中一沉 这头三界妖蛇 居然呢是只被击晕了眨眼的功夫 便清醒了过来 只怕要不好对付 蒙沙少女走在前面探路 听到身后石杖远处 是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法器 钟鸣和妖兽的嘶吼声 便立刻就知道身后的通门师弟啊 和妖兽肯定是打起来了 他随即站住回头望去 正见叶琴用射魂中 把一头怪模怪样的 红灵翼蛇给击晕了 但那妖兽好像抗晕能力极强 扑撤了两下 是再吐的朝叶琴飞扑了过去 叶琴一手甩出射魂中 挡住他的攻击 一手呢是操控着悬音箭 是以极快的速度 朝红灵翼妖蛇斩去 这头妖蛇浑身披着细密的鳞甲 灵器啊根本砍不动 就算是法器也不能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唯独他的头部没有鳞甲遮掩 最容易攻击 如果用法器对他的头部全力一击 那将是致命的重创 叶琴看准他薄弱之处 操控悬音飞剑 朝他的头部是劈了过去 可是这妖蛇背掌双翼行动是异常的迅猛 哪里有那么容易就被飞剑所刺中呢 他是拍动双翅飞腾扑闪 避开了悬音箭 是凶猛的朝夜巾撞来 却被射魂中啊给全力的挡住了 悬音箭数次攻击都没有打中他的头部 反而是劈砍在他的鳞甲之上 将数片鳞甲呢给击碎了 撕裂出一道道的数寸深的口子 腥红的血液是喷涌而出 妖蛇顿时吃痛 这种不轻不重的伤势让他是更加的狂暴 他是昂着头嘶嘶的怪叫着 犀利的爪子在身前狂舞 想要将射魂中给撞开 将叶琴给撕成碎片 叶琴呢是一声冷笑 这妖兽不知死活 以为自己有翅膀飞得快 便拿他没辙了是不是 他举止一弹 一道白光射在了轻中上 咚的一声 一声沉闷的轰鸣声 滚滚击去 红铃一摇蛇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躲不开这样大范围的波浪攻击 他的脑袋要顿时就像是被一道闷雷给轰上了一样 刹那间就昏饿了过去 灵魂无比的身体顿时一僵 失去了控制 从半空中是一头坠落了下来 叶琴哪会还跟他在客戟 手一指 一道光芒四射的蓝色光芒 立刻朝他的头部是急射了过去 红铃一摇蛇的头部 被灵力的蓝色剑芒给击穿了 爆出了一大滩 红花绿白的脑浆 摇蛇的无头尸首是坠落在了地上 啪的一声摔在了红砂石地面之上 再也没有丝毫的动态了